8月20日由澳门驶向珠海的轮渡船缓缓停泊靠岸 赴航后的首批旅客步入湾仔口岸静静大厅 受疫情影响而停航五个月的湾仔轮渡客运口岸正式恢复同航 家住中山的何先生是赴航后经过湾仔口岸出境的首批旅客之一 因为我每天都回去上县居住 然后白天就到澳门上班 宫北过关人比较多过关的时间又长 关口到澳门上班的地方又比较远 咱们湾仔口岸会更近一些 方便一点 因为比较省时间 差不多走一趟上一个半小时左右 湾仔轮渡客运口岸恢复运营 海关等口岸连简单位提前做组准备 过关旅客将准备好的月康码对准扫码器 即可快速通过海关健康申报演和 为了做好本次复航工作 我们提前联系口岸相关单位一起开展了一次应急演练 并且根据最新的卫生防疫的工作要求 优化了通道和人员配置 梳理了卫生检疫流程 确保复航时旅客通关畅顺 据了解复航后的湾仔轮渡客运口岸 通关时间为早上7点至晚上10点 感谢观看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